新聞首先那年關心的是社會焦點 又來看到是新北市中和區 日前發生這一起烏龍街頭持槍追車的事件 這名男子欠朋友二十五萬的債務 遲遲還不出來 為了還款 他打電話向另一名朋友來求救 還說債主就在他旁邊要他還錢 結果這名朋友以為他被掳走了 讓人來追車攔車 還大白天當街亮槍恐嚇 警方獲報三個小時內火速逮到三名嫌犯 眼看目標正在停等紅燈 警方方向盤一轉 立刻把車橫停在銀色轎車前方 阻止駕駛逃跑 一群便衣刑警持槍全副武裝衝上前 只見駕駛還以為是仇家 原本氣焰囂張 結果一下車發現是警察 立刻又歸縮回到車上 手拿出來 東西誰的 東西誰啊 東西我的 你知道是不是 黑衣男子被壓制在地 一車三人統統被逮 副駕駛座 還被搜出一把改造手槍 這是誰的 車站 我的 我幫我 你給我趴下 東西是我的 直接不藏了 坦承 牆是我的 不久前 他們在大馬路上攔下另外一輛車 當街亮槍恐嚇 就是那一附近的 說在那邊吵架 事發地點在新北市中和 中山路二段和喬河路口 14號情人節大年初五 下午大約兩點 原來被攔車的何姓男子和魚姓男子是朋友關係 因為欠債二十五萬元 債主魚姓男子不斷討債 何姓男子打電話向旅姓友人求助 表明自己被債主帶上車 旅姓友人以為朋友被擄走 讓人助陣當街亮槍 刑犯三個人在大馬路上把被害人攔下來 但車上的其中一個人本來就是找他來幫忙討債的 沒想到這下亮槍恐嚇把自己的朋友也給嚇跑了 現場查獲持槍之旅銜 及銅車之旅銜與旅銜 起貨改造槍之一支子彈及各類毒品等證物 不只車上藏有火藥 警方還查獲毒品海洛因 安非他命 吸食器等 這位嫌犯自以為是幫朋友助陣 大白天亮槍 結果全部難逃罰網 記者成員 陳夏明 新北市報導